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則典故 是法障法師所講的 在他的講法的錄音帶當中摘錄出來的 法障法師是一位很注重戒律的人 所以講法引述不會打妄語 也就是說不會造假 所以可信度是很高到 那麼裡面有談到說 前程煉佛光包地球 不是前程煉佛 他的光明只是在我們的嘴巴臉上 噗一聲噗一聲 那麼這個美國人他畢竟還是凡夫 但由於學神通能夠看到煉佛的光明 那如果是佛菩薩所看的就更廣 不只是地球而已 那麼前程煉佛就是他的心 都是在這一句佛號上 不是前程煉佛是大概是跟隨人家來的 或不是專修淨土的 對彌陀不了解的 有口無心的這樣煉 那各位人有 我們煉佛的時候 我們的光明到底多大 有沒有包地球 那可見光明要包地球 倒不是困難 只要前程煉佛 只要專一煉佛 清朝末年有一位叫做古坤法師 他寫了一首記 他說 一名造德本容通 比佛分明在口中 果能持明無意念 生生肉吃子金融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一名造導 明 那麼阿彌陀佛這六字鴻明 就是阿彌陀佛因地 所發的十八個大願 以及照宅永結所累積的菩薩無量德行 所累積的成佛 照宅永結所累積的六度萬行 這些成佛的果德 在哪裡呢 在這一句名號裡面 只要練這一句名號 就能夠召感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功能 就能夠召集 就能夠融會阿彌陀佛的所有功德功能 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叫做以名造導 所以這句名號叫做萬德鴻明 因為佛菩薩的名號 是跟他的本體是一體的 離開他的名號你要找他找不到 當然離開他本身也沒有這個名號 那麼阿彌陀佛這個名號叫做萬德鴻明 這個萬不是數目字百千萬億的萬 這個萬是具足的意思 是圓滿的意思 是超越的意思 也就是說阿彌陀佛這一句名號 是具足三藏十二部經裡面 所講的所有功德 圓滿無缺 是具足佛法生 十方三世諸佛 一切諸菩薩 八萬諸聖教 一切佗陀佛靈的功能功德 都在名號裡面 以這一句名號來涵蓋 具足所有的佛的功德功能 所以這個萬是具足 也是圓滿 而且是超越 怎麼超越呢 也就是說 每一尊佛要成佛都要發願 最根本的就發四弘四願 就通願 再來就是發別願 自己另外所發的願 然後呢 有了這個願 要去圓滿這一些願 那圓滿這一些願呢 有的時間長 有的時間短 看他願的範圍 還有生前 那阿彌陀佛的願 所謂四十八個大願 是經過五節的思維 五節的時間 在五亮壽經 就說 一照的節 或一載的節 一載是我們中國 數目上最高的 阿彌陀佛的節 一載是我們中國 阿彌陀佛的節 還不夠形容 還不夠形容 所以用永節 那樣長的時間 去機止菩薩 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德行 也就是說 進宇宙十方諸佛所修的行 所修的功德 阿彌陀佛一佛的具足 甚至超越 因此才能夠使得這一句名號 獨勝十方諸佛的名號 而獨獨被尊稱為萬德或名 使戀佛的人 只要戀他的名號 就能夠召集阿彌陀佛的所有的德 就能夠消除我們生生世世的生死罪業 就能夠使我們有這個資料往生極度世界 而在極度世界快速成佛 這叫做患德何名 這叫做以名昭德 本融通 阿彌陀佛的本體跟阿彌陀佛的名號 是融通的 為什麼 因為到了佛的境界 所謂有視法界 理法界 理事無愛法界 事事無愛法界 道德佛的境界 都是無愛自在融通的 他是理事無愛 事事無愛 他呢 一己一切 一切即一 時空對他來講是一 所有的功能對他來講 都在他的內心當中也是一 他的一不是一 一是無量 不可思議 那是佛的境界 那我們呢 我們反乎是視法界的境界 所謂視法界就是視相 視相 有生死輪迴啦 有貪嗔痴啦 起心動戀啦 有貪嗔痴啦 還會造就造業啦 對於理的境界 理就佛性 我們就碰觸不到的 所以 我們的靈跟我們的體 是各自分開的 而且 我們是靈不符實的 不是相當的 其它卻不快 的 社會這個 而且 正常看到 雖然而是 在性的 沒力 就是 跟三個 護膝 也無法 那阿楠陀佛呢 他誰叫誰到 而且進入我們的心中 以光明包容著我們 使我們的五明黑暗 未來能夠大放浮光 這個以明昭德等融通 彼佛分明在口中 我們問說阿彌陀佛在哪裡 在極度世界太遠了 在後面佛像 那也是隔開的 在我們的嘴巴 在我們的心中 是的 阿彌陀佛不在外面 在我們的內心 在我們的嘴巴 那在我們的內心不是說 因為我們有佛性 所以我們就有自心的迷惑 微心的淨土 那個都是錯誤的 嘴巴講一講而已 還是貪嗔之煩惱 那麼在這裡呢 彼佛分明在口中 只要我們嘴巴念佛 阿彌陀佛就會在我們的口中出入 為什麼 這就是佛的境界 融通無外的境界 所以要讓阿彌陀佛跟我們在一起 與佛同在 很簡單 動動嘴巴念佛 彼佛分明在口中 果得此名無意念 只要我們專念這句名號 不夾雜 我們夾雜到其他的佛號 要咒語經文 那就沒有了 因為唯有念佛 才有阿彌陀佛的佛光 所以果能 果得此名無意念 生生露出紫金融 我們一生一生 都露出了阿彌陀佛的 三四二相八十種好 紫金 紫融 容貌 那麼這一首記字 二十八個字 內容呢 好不好 好 看起來 覺得很窩心 很溫暖 好 很喜歡 所以阿彌陀佛沒有在其他的地方 都在我們的嘴巴 在我們的心中 儘管我們早上起來 還沒有說也就開始念佛 口氣不那麼香甜 但阿彌陀佛一樣的 在我們的嘴巴出入 在我們的身上放光 跟我們同出同入 批佑我們的家門 也批佑我們的子孫 也超度我們的祖先 只要念佛 這一些功能都是不求自得的 為什麼 這叫自然 法爾自然 只要念佛 自自然然就能夠超度祖先 超度兒孫 批孕兒孫 自自然而使我們 業障 逐漸逐漸的消 浮費 之間之間的增長 使我們所謂 事事如意 萬事吉祥 這個都不求自得的 不必要特別的去回向 就能夠得到的 為什麼 阿彌陀佛是佛 他是佛 他三明六通俱主 你今天練他 正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叛亂不來的 他巴不得所有的人 都來練他 時刻練他 常常練他 永遠不變的練他 那阿彌陀佛 他是佛 所以他就曉得我們練的人 有什麼樣的業障 是怎麼樣的根基 將來會怎麼樣 所以阿彌陀佛 都會觀禀 扶持著我們的 練阿彌陀佛 是阿彌陀佛求我們的 不是我們求阿彌陀佛的 練阿彌陀佛是阿彌陀佛的功德 回向給我們 白白的送給我們的 阿彌陀佛 不是我們累積 練阿彌陀佛的功德 或者是功夫 然後呢 來回向給阿彌陀佛 或回向給其他的人 都不是的 阿彌陀佛不需要我們回向 我們才需要阿彌陀佛的回向 而練佛當中 我們不回向給其他的親人 自然就會批印其他的親人 我們是在說故事 但是呢 禮欲於世 以世顯禮 禮就在世中 講世的當中 也是在顯明他的禮 那我們在這裡所講的 始終都不離淨土的教禮 淨土的教禮講的在深廟 人家說你事實拿出來 你有沒有看到阿彌陀佛 你沒有看到極樂世界 不然你怎麼那麼相信 你拿出來吧 所謂事實 雄辯不如證據 事實生過理論 理論不如證據 所以要有證據 那證據呢 必須從這個感同感應上 來了解 因為有其理必有其事 以理成事 沒有這個理 怎麼能顯現這個事項呢 以事顯理 理是空的境界 看不到摸不著的 那沒有事 怎麼能夠顯出這個理 小的宇宙當中 有這個理的存在呢 所以一定要以事顯理 尤其是淨土法門 往往是講事的多 講理的少 因為它跟聖道門不一樣 譬如說禪宗 禪宗 它是教外別傳 它是不立文字 它呢 只論見性 也不論禪定解脫什麼的 它就一個 靈心見性而已 那天台花言也是講教理的多 那淨土的 命中呢 是講事項的多 當然背後的教理 也是很深奧的 但是呢 很深奧的教理 我們講不出來 那是佛的境界 我們也聽不理解 往往是以事 我們才能夠理解 子方立相 指出西方 有極樂世界 子方立相 有一尊阿彌陀佛 它的名稱叫做 南無阿彌陀佛 它的相呢 各個不一樣 但都禪不甘阿彌陀佛 只方立相 那如果沒有方位 沒有一個形象 我們凡夫啊 是沒辦法依靠的 因為我們的心是空不來的 口口唐空 步步行有 看幾本佛教的書 在佛學院上的幾堂課 明銳利根的人 就能夠領悟 就能夠講 但是呢 他到了那個境界的嘛 一點都沒有 因為那是第六意識明了的境界嘛 那曠天以來 阿阿賴也是裡面的習氣啊 種子啊 煩惱啊 一點都沒有動到 聞風不動 所以我們所懂得的 跟我們的行詞 那是兩回事的 只不過是 你要人格的提升 你要修行 你如果不了解的話 你如何修呢 所以 就是說 有句話說 行由解起 行起解決 你要修行 你要踏不出門的 要先了解 要先了解這個地圖 了解這個方位 了解這個道理 等到你踏出門的時候呢 行由解起 行起解決 就不用再一邊開車 抓方向盤 一邊還要看地圖 就不用了 那我們這個法門呢 理很深奧 但是 行呢 很簡單 很方便 就是只要專稱 彌陀佛餅 而且一旦專稱 彌陀佛餅的話 人人平等 都是在一個階位上 都是在一個等級上 沒有 外面的那個高低 譬如說 他出家 甚至他是山藏法師 他呢 深入精湛智慧如海 修行很高 讓人家 匍匐大地 鼎里默拜 那他呢 是一個在家中 是一個愚痴之輩 是一個造罪之人 他呢 很卑賤 或者一般士隆工商 所以 外面 外表 有高低 各個階層 階級不一樣 但如果 通通歸入 戀佛的話 那都一樣 都一樣 所謂 同一戀佛 無別道 遠通法界 都接兄弟 接兄弟就平等了 為什麼呢 他這個山藏法師 智慧如海 修行共生的法師 他不是依靠他的 依靠他的智慧如海 或 行齒 攻身 不是依靠他 而都是依靠 這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 那麼這個人 再怎麼樣的卑賤 他也不是因為他的卑賤 而他還是靠 南無阿彌陀佛 所以 從這一點來講 三倍等一倍 九瓶等一瓶 三三九九九八十一 展開來 是無量 那是 各個 隨各個 本身 他的這個 才智 他的這個修行 他的這個 進階 高低 可是 如果 通通都靠佛的話 我也靠佛 你也靠佛 他也靠佛 都一起靠佛的話 那就是平等 平等 為什麼呢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最超越了 最超越了 你家財萬貫的人 你有一張 全世界的金融卡 他很貧賤 很貧苦 他忽然間 也得到了一張 金融卡 那這樣平等不平等 就平等了 我們現在手中 這一張金融卡 是法界的金融卡 可以讓我們 當下擁榮法貴 什麼擁榮法貴呢 生死輪迴的業障斷了 往生極樂世界 已經達成了 將來的成佛 已經授記了 這叫法界的金融卡 你任何不能往生 阿彌陀佛的脖子要割掉 任何不能往生 十方諸佛的舌頭 佛法的基礎都要倒掉 所以 眾生稱念必得往生 不管眾生是誰 聖人凡夫 善人惡人 在家出家 心清靜 心不清靜 不清靜 不是靠他這一些 就是靠這一句佛號 就是靠這一條大怨船 你只要坐上去了 這一條大怨船 就能夠從此岸的沙坡 到達彼岸的 內盤 極樂世界 因為 不是靠坐在船上的人的身份 都是靠這一條船 都是靠這一條船 我們只要安分守己地坐在船上 這一條船 不行而行 就往極樂世界前進 那什麼叫做安分守己 就是專稱彌陀佛名 願神彌陀淨土 這個叫安分守己 在 《觀無量騷經》 有段經文就說 諸佛如來是法戒身 入一切眾生 心想中 本來《觀無量騷經》是在說阿彌陀佛的 怎麼這裡牽扯到諸佛如來呢 那是用比較的方法 以諸佛如來來突顯出阿彌陀佛 諸佛如來 都已經是法戒身了 何況是阿彌陀佛呢 那諸佛如來是法戒身 什麼是法戒身呢 這裡的法戒身指眾生戒 法戒當中 離開的眾生就沒有法戒 所以諸佛如來就是 度脫眾生的身叫做法戒身 所以接下來就是說 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只要我們的心 眾生的心 想對方 想佛 佛就進來了 就這麼快這麼容易 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不管你是什麼眾生 什麼根基什麼身分什麼地位 這個都不管的 也不管有沒有學問 有沒有道德 有沒有修行 有沒有人格 都不管的 就像美國有神通的人 看到的那樣 只要你全神戀佛 就光包地球 光滿以界 佛光普照 整個法戒 所以善導師 善導師 對這一段 關無論壽 這段的經文 主佛如來是法戒身 入一切眾生心想中 解釋為 彌陀身心 變法戒 影現眾生心想中 阿彌陀的身體也好 阿彌陀的佛心也好 都變滿整個法戒的 那變滿整個法戒 目的做什麼 難道 只是變滿整個法戒 就如如不動 沒有什麼功能作用了嗎 不是 入 練乎眾生的心想之中 他這個身心 如影水形地 進入我們眾生的心想之中 我們心中想阿彌陀佛 我們心中練那麽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進來了 所以 等於 佛入我心 佛在我心 那麽 關無量受經 又有一段經文說 光明變造極 十方世界 電佛眾生 射擊不少 就是說 阿彌陀佛 有八萬四千像 一一像中 有八萬四千 學行好 一好中 有八萬四千光明 那這八萬四千的光明 是變滿整個宇宙 一一的光明 都在射取戀佛的眾生 那表示 不戀佛便罷 一旦戀佛 就立刻 進入阿彌陀佛的 無量光當中 這個也就是 電佛人 佛入我心 佛入佛心 為什麼 我們進入阿彌陀佛的光中 說阿彌陀佛的佛光 射取不少 射取就是保護 平生保護著我們 臨中接引著我們 永遠不離開 如影水省 這個叫做射取不少 阿彌陀佛的光 就是他的心 就是他的身體 所以阿彌陀佛的光 就是他的心光 心光 怎麼講呢 《光如亮壽經》 有一段經文說 佛心者大慈悲事 以無緣此設之眾生 什麼叫做佛心 佛心就是大慈悲心 大慈悲 大慈大悲的意思 就是 慈悲是佛教的語言 用現代 白一點的來講 就是愛心 佛心 佛心者大愛心是 以無緣此 無緣 無緣就是沒有條件的意思 以沒有條件的愛心 救度眾生 沒有條件救度眾生 這個才是佛 這個才是佛的心 那 那 以我們人 我們人 頂多就眾生 原始 就有限的 有條件的 那 善導道師說 但有專念阿彌陀佛眾生 比佛心光 常照世人 色惡不捨 總不論照射於雜葉行者 也就是說 只要有人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專念阿彌陀佛 那麼這個人呢 阿彌陀佛的心光 就會常照世人 心光 阿彌陀佛的心是慈悲之心 光是慈悲之心 所顯露出來的智慧之光 所以我們戀佛人 都在阿彌陀佛的心光當中 所以說 戀佛人 佛入我心 佛入佛心 我 佛 佛 一體 不離 所以 一個戀佛人 說 要跟阿彌陀佛離開 一時一好之隔 那是不可能的 你怎麼離開阿彌陀佛 因為阿彌陀佛就永遠攝取不捨啊 不會忘記你啊 不會嫌棄你 不會捨棄你 即使你睡覺還是攝取不捨 你在打煩惱 還是攝取不捨 你在打煩惱 還是攝取不捨 任何時任何處任何緣都攝取不捨 不管你現身或臨終都攝取不捨 不管你臨終 病啊 痛啊 練不出佛來啊 還是攝取不捨 不管你臨終 昏迷啊 植物忍啊 還是攝取不捨 等到神是浮出身體的時候 才驅然 哎呀 南無阿彌陀佛 知大知大悲啊 你在我的旁邊等我已經死解了啊 這才是南無阿彌陀佛 這才是純正的淨土法門 所以阿彌陀佛的本體跟他的名號是一體的 阿彌陀佛的名號跟阿彌陀佛光也是一體的 所以善導大師說這句迷陀佛名就是光明明號 所以善導大師對第十八願也有一段法語的解釋 他怎麼解釋呢 他說 迷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 以光明明號色化十方 但使信心求戀 善至一醒下至十生一生等 以佛願力以得往生 就是說這句名號呢 它是光明明號 這句名號有個聲音 寫字是六個字 但是這個聲音是光明的聲音 這個符號也是光明的符號 它呢是綻放著迷陀慈悲智慧的佛光 是燦爛著極樂世界的無量的清淨的光 所以這句名號叫做光明明號 但是信心求戀 只要我們對這句名號了解有信心 你要求什麼都可以用練 那麼阿彌陀佛來求 不需要假借其他的方便 也就是說 不需要說練佛人 你要求健康 求長壽 求治病 求扁爛 求開智慧 都只要專練 阿彌陀佛 不需要說 我要求長壽 要練 藥術佛 要扁爛 練 觀音菩薩 要消這個業障 要常練地藏網 滅定月 尊嚴 要開智慧 練 文殊菩薩 走 等到老了 要死了 才來練 阿彌陀佛 是不需要的 但是信心求戀 哎呀結婚了 希望趕快生兒子 公公婆婆在急著 喊以弄孫 那怎麼樣呢 肚子不爭氣 你只要練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會 送給你一個 有智慧 有福德 有相貌的 孩子 不一定要練 普門品 練觀音菩薩 練佛求子的勢力很多 要超度祖先 或自己 懷胎 但很可惜 墮胎了 留胎了 小慘了 哎呀 這個無緣的孩子 到了哪裡去啊 整天 痛哭流涕 遺泪洗便 你只要認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會自自然然 把你這個嬰兒 接到極樂世界去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你祈求不祈求 願佛能夠達到這一種功能 本來就是自自然然的嘛 法爾自然的 因果之自然 有戀佛之因 當然就會得到這一些萬德之果 所以這個 只要我們懂得 這一句名號的內涵 我們就能夠從內心自動的 練佛 就能夠歡喜的 練佛 而不勉強 就能夠一輩子 練佛 練佛 不會夾雜 不會間斷 不會退轉 練佛 本身容易的 輕鬆的 功能功德 是超越的 接下來呢 我們依然來看這個 練佛放光這一本小冊子 第幾頁呢 第幾頁呢 就是第四頁 第三段 看到了 我們來練一遍 遠信念佛 頂限圓光 當我二十九歲的時候 我的妻遠信住在赤城山 這時遠信是二十五歲 在某一日的早晨 他下山去 行走在田野間的當兒 沿路專心再練佛 這時太陽干上山 沉溪遍地 他偶然看了看自己的影子 發現頭頂有一圈圓形的光 與肩同寬 慈敬約有二尺 那光輝美妙燦爛 無法形容 無法形容 和佛像背上的圓光相似 他心裡覺得奇怪 還是繼續一遍走 一遍念佛 並視看看自己的影子 圓光依舊放花著 他知道這是因為念佛的緣故 於是就試著停止念佛 去想世俗間的雜事 在看影子時 圓光已經消失了 因此就可知道 念佛最能發揮我們本有的光明 消除夜障的黑暗 正如今的一段時間 陳海亮可許哲學 陳海亮是民國初人 佛教界有名的趨勢 他寫了好幾本書 除了可許哲學之外 也有一本知己知筆 還有其他的 他提倡在家去是要建立佛化家庭 所謂佛化家庭就是一家人吃素、學佛 同時有做早課、有做晚課 當然陳海亮他們一家也是偏向修淨土的 那麼這裡談到他的太太25歲 我推測那一點應該是1930年 但是不確定 沒有想去考察陳海亮他的連歲 跟他的太太的連歲 他太太念佛是早晨 第一點是早晨 第二點靠近這個山 第三點太陽更上升 第三點他心中念佛 所以才有這個佛光顯現 佛光顯現 那各位人有 我們念佛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豪光 沒有 但念佛我們有沒有光 有 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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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都看到大家頭上光明燦爛 我開玩笑我沒有神通 但是必然的百分之百的 因為我都看過 我們看這個佛菩薩上 佛菩薩上佛菩薩的這個頭的四周 都會畫一個圓圈對不對 那就是他的頭會幻光 那所畫的呢 還是比較簡銳 粗糙 實際他的光啊 是什麼光呢 這個彩縫大家看過嗎 彩縫 他碎縫 就當其他人都會對 色彩 而且鮮明 艷麗 就像那樣的光 而且那一種光 看起來 是有生命力的光 陳海亮她的太太 那個時候年輕25歲 又不是老修行 她又是在家仲 又是女仲 一般認為 男人七寶之身 女人五肉之體 所以女仲 女仲比較業障 女仲不能成佛 女仲要成佛必須轉女成懶 種種負面的語言 在貶低女仲 是不是 可是人家女仲妥 會放豪光 你會放豪光嗎 那會放豪光不是她本身 是因為她戀佛 是戀佛 而且女人一旦往生極樂世界 都進入一生補助 都跟法華經八歲 龍女八歲成佛一樣的 所以佛法佛陀 處在兩千五六百年前的那個時候的印度的環境 不得不講一些比較方便性的來接引 其實眾生都有佛性 不管男女都能成佛 只是說如果沒有念佛的話 成佛可說遙遙無期 那如果念佛的話 成佛是當生就能夠成就的 就能夠一世圓滿的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下面那個史及互相會通 請看第六頁 這我們一起練 曾起練佛頂獻元光 民國七十三年 一九八四秋天 月日已旺 我与几位同修在中部的一座山顶上 寺院挂丹一夜 早晨起来集在船上加夫练佛 我的早课极其简存 早晨一醒顺便在船上打坐练佛 不诵经不辞奏 坐多少时间便练多少佛 六点多下坐观喜闭 集到灾堂用早餐 餐闭正好七点 便与几位同窗道友 来到大雄宝殿前欣赏三井 此时晨曦破晓 三栏阴韵 人影映落于三谷 其身影中 火的顶上有一圆形的光环 周围与尖相起大小约直径二尺左右 其光环具有多种色彩 颜色鲜艳 正如采访之殉难 美妙亮丽 远圣化佛的圆光 后面的同餐一见而言 噢 你来这里放光啊 我随即走入大殿 奇光变淫 这与远性恋佛 顶性圆光 佛有相同 同在山间 同在早晨 同样念佛 同样圆光 按一句弥陀 不论知数 不论善恶 不论信仪 只要称恋 不知不求 便有如此 光景现前 不论何忍 禅恋佛者 顶现圆光 谁现佛像 凡夫肉眼 虽不能见 凡而自然 有此道理 那么这一件事机 是我本人的事机 那写在这里 不是在 什么呢 这个 明文立扬 或显现自己什么的 一点都不是 是在说明一点 说明平等 这个法是平等 新干经所讲的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不管出家在家 难重拟重 是老参 初修 只要念佛 就会顶现圆光 就会弥陀注顶 就会菩萨相随 就会这样的 这也就是 跟这个远信 来互相印证 远信 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我们平常念佛没有看到 那是因为 没有那个环境 必须假借 是早餐的时候 而且太阳刚刚起来 同时那一种空气 也有关系 那么在那种阴眼之下 就会显现出来了 那么这一件事机 是在宁果73年的秋天 那个时候我还在佛光山 有一天从屏东出发 两部车 七个出家众包括我 两个在家众 开着两部车 出家众当中 有砖水禅宗的 也有随垫佛的 也有随戒律 那就是七个人 有六个比丘 一个比丘宁 人了两个 居士 开了两部车 从屏东 要环岛一周 要参访 其人义士 那么屏东开车 往恒春的方向 经过往台东 叫做封什么 封港 封港 然后往台东 往台东参访 借助明家在山上 又一路往这个花莲 宜兰 然后台北 然后苗栗 中部南部一路下来 有一次通过 那是有什么 会不会遇到这些 覆盖的 都会在 一天到了中南部 到了一個山上 那是什麼地方我就不用講 因為怕大家好奇 沒有什麼好奇的 那天晚上到山上的時候 還在下著雨 但雨不大 那個寺廟是在那一座山的最上面 那麼我們當天晚上就在那裡掛單 隔天早上大家都到大殿 大雄寶店做早課 那我向來早上起來 都是靜坐煉佛的 一句佛號到底的 所以我沒有跟大家上早店 我想到我是來掛單一夜 所以沒去也沒關係 到了六點多 因為四點到四點半打板嘛 就起來靜坐了 大概四點多灌洗完了 就在那一趟用餐 用餐晚了 所有出家眾啊還有住持啊 大家呢 那個時候剛好早上七點 就到大雄寶店 看整個山景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山上氣候是很涼爽 那似乎有再下雨 又沒有再下雨 所以我就寫山上嘛 陰韻兩個字 那太陽剛剛從這個西東邊 這樣上升 雖然七點了 雖然七點了 那我一看 我就試著走動 那個光 當然在我的頭上 也就跟著走動了 那麼那個時候 我並沒有再專心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剛用餐晚 那大家一否兒都走出來嘛 不過那個時候的心是平靜的 急靜的 那後面的人就在說啦 哎呀某某人啊 你是來這裡放光的啊 那我一看只有我有 其他的人沒有 那不好意思啦 所以我就離開了 我就到大雄寶店裡面去了 那離開當然那裡 光也就沒有了 那麼這個再說明一點 當場的都是修行人 有的 修行比我早 閉關 苦行 是很精進的 那怎麼我有他們都沒有 就在於 我都是專念這句佛號 那他們早個一定是 能演到被死小受什麼的 差別就在這一點 差別就在這一點 所以 我就聯想到 遠性 的事蹟 因為 陳海浪這一本可許則許 當初就有人印出來流通 那我那個時候 盡量找佛術來看啊 所以很多佛術都看過 那麼對這件事 印象也是深刻的 然後 那麼那個時候呢 就是同樣的幾個現象 同樣在早晨 同樣在山上 同樣太陽剛剛上來 同樣都是煉佛 是這樣 那如果 那如果 不是在那一種 時空背景之下 雖然專精煉佛 專醫煉佛 全程煉佛 也看不出自己的 頭上的光 因為沒有那個 時空嘛 所以光學的作用顯現不出來 但不表示我們就沒有那個光 這就可見 我們只要念佛 就有毫光 身上就會有佛光 那這個光明顯示什麼呢 神是肯定消業障嘛 神定征服報 神定開智會 那是必然的嘛 大家想像是不是這樣 你沒有戀我 肯定沒有那個光 你試看看 你就戀雜七雜八的事 甚至當下誠心恆心 戀要殺人 要罵人 要害人 你看那個光會是什麼光 那這樣的話會帶來 什麼樣的病運 那一定是業障增加 福報減損 病運 乖慘 一定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要改變命運 改變相貌 改變性格 甚至快速成佛 很簡單很容易 就是念佛 我們這一節課就講到 這裡 這第三節課了嘛 時間過得很快 好 我們就下午見 南無阿密 托托托 托托托